嗨,大家好 我們上次已經練習過123D的抽殼功能 我們現在再稍微複習一下 先利用瞄點的工具 你可以繪製你自己要的造型的平面 你畫不規則型也都OK 原則是前後要連接起來 像這樣前後連接起來 連接起來之後我們把這個平面往上拉伸 就變成一個立體 我們點一下這個邊線 像這樣是全部選取沒有選到邊線 這個就有選到邊線 選到邊線之後再選旁邊這個平面 按一下 這個是選擇平面的一個小技巧 可以快速選擇到這個平面 我們按一下這個齒輪的屬性設定 我們今天選擇第一個 Twink這個功能 可以調整我們上面的這個立體的角度 上面這個立體的角度 這樣有一點傾斜 有一點傾斜 各位看一下這個有一點傾斜 好 我們再點上面這個平面 先點一個邊 再點旁邊這個平面 好 我們屬性設定一樣在選擇抽殼 各位你看 各位你看 我們就很快速的完成一個簡單的個性化的這個容器 而且呢 看一下它的這個上平面 它是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只有不一樣的這個造型 上面不是完全平的 而是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蠻有趣的一個功能 好